大家好,这期来简要介绍一下极简香港政治 从视频长度就可以看出来是真的极简了 这主要是因为自从2021年选举改制之后 香港的选举基本上就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说我主要还是介绍一下战中、反送中、选举改制 这三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香港 1842年鸦片战争 英国占领的香港岛 1860和1898又分别割让了九龙和新界地区 所以很多人以为香港跟大陆是不挨着的 其实占绝大部分面积的九龙和新界都在大陆上 另外租界99年的说法主要也是98年割新界这一次 而香港岛的条约说的是永久割让 所以说1997年主权移交这一次 和条约上的99年其实并没有太大关系 由于香港相对于大陆拥有的超然地位 所以在整个近代史上香港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清朝的反对派还是民国的反对派 很多革命者都是在香港进行宣传进行组织的 在二战期间日本则是短暂占领了香港 二战之后则是交还给了英国 在新中国建国之后 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 并且被相当一部分西方国家进行了贸易封锁 香港就成为了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 所以说和香港地位类似的澳门 其实葡萄牙早都不想管了 但是大陆方面并不想要 就主要是为了对外贸易 在1967年随着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这思潮也传到了香港 导火索是一部分工人为欠薪 之后各种工会就联合起来发生了左派暴动 并且和英国方面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还是周恩来指示说 当前香港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发展 最后这场动乱才结束 另外有很多人以为香港应该 一直以来都是民主选举制度 实际上并不是 首先在英国统治的早期 英国自然是不希望作为殖民地的香港 拥有什么自治权 因为香港华人众多 如果开放选举 那么政治必然会被华人所主导 但是在二战之后 由于英国本身的衰落 所以说也是希望进行适当的民主化 来缓和矛盾的 但是这时候反而是英国要顾及大陆方面的考虑 因为当时香港的未来还没有确定 比如说英国方面的希望是主权换治权 也就是承认香港的主权归大陆 但是仍然由英国人进行治理 在这种想法下 英国方面比较担心 如果香港实行了民主选举制度 那么中国方面肯定会有意见 因为不好控制了 但是之后在谈判中 中方也是展现了非常强硬的态度 表示要明确 完全的收回香港的主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英国人觉得既然如此 那我还不如临走之前 把好事做了 能有一个好名声 所以从82年开始 香港就进入了逐渐民主化的阶段 选举方面也是不断的进行改革 到了1997年主权移交的时候 香港才差不多形成了以政党和立法会为主导的政治 那么在英国统治之下 香港就其实出现过很多次群众性的运动 当时大部分的香港华人都是抵制英国统治 希望能回归祖国的 而在主权移交之后 香港其实仍然延续了这样一种民运的传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反对的反而就是大陆的中央了 那么一部分香港人的口号变为了独立 因为说实话 民主这件事本身就是反政府的 无论你是哪个政府来 肯定都要遭受一定程度的反对 那么目前的香港有1100平方千米 750万人 人均GDP是相当高的水平 但是代价是极高的基尼系数 因为香港自1842年以来 它都是作为一个贸易城邦 它的主营业务就是商业和金融业 而商业和金融业本身就是 最容易出现类似于赢者通知 或者贫富差距拉大的行业 如果是制造业的话 大部分底层起码还有一份工作 但是金融业的话 普通人是很难参与其中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香港的普通人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房价和房租都非常高 大部分香港人都不得不窝居 而且另一个原因就是香港 近百年以来一直在持续不断的 从大陆吸收人口 因为香港明显有着更高的经济水平 和稳定的政治经济 所以一直不断的有大陆人移居香港 那么无论是英国当局 还是香港政府 肯定也不是很想努力的去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水平 然后简要介绍一下香港的政治派别 香港的政治派别其实和大陆比较相似 也就是核心点到底是知识建制还是反建制 而与意识形态的左右关系并不大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有很多知识建制 也有很多反建制的 比如说建制派里面既有工会 也有工商派 也有一些乡贤 什么人都有 接下来则是修宪派 也就是强烈主张继续一国两制 维持香港自治成帮的地位 泛民主派则顾名思义 是主张香港人的自由民主 本土派则希望发展属于香港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 所以他们抵制中央进行了一些干预 其实修宪派和本土派也可以归类为泛民主派 我们说的港独 其实就是一部分的泛民主派和一部分的本土派 那么介于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中间的就是中间派了 他们主张和中央进行沟通协调 但是香港的议会被称作立法会 它的制度比较特殊 它类似于20世纪法国的三级会议 在大部分时间里 立法会是60席 其中只选只有30席 而另外30席则称作功能组别或者功能界别 它其实是各种商会的代表 比如说工业界 商业界 教育界 保险界 农渔界 也就是有指定好的社会各个界别 他们内部选举出一个代表 来代表他们这个行业 这其中的原因就像我之前所说 香港它主要还是一个商商业城邦 所以说商人自然也是最重要的人 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功能组别里面都是一些所谓的精英 他们有可能会通过一些人际关系 或是利益交换来成为委员 那么这显然是不够民主的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 在直选的议席里面 民主派长期以来都是压倒建制派的 但是加上功能组别之后 反而是建制派长期执政 另外香港特首也是由一个选举委员会 而不是由香港全民普选出来的 所以说很多人认为香港的政治属于小圈子政治 小圈子选举 那么这也为后来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首先就是在2014年爆发的占领中环运动 占中运动就是因为一部分香港人 要求尽快实现香港特首的普选 不要再搞小圈子选举了 所以说民主派组织了游行队伍 进行和平游行 口号是和平占领中环 但是发生这样的运动肯定与警方造成大量的冲突 完全的和平是不可能的 当然最后这要求并没有实现 2019年的反送中规模同样很大 就是因为大陆方面要求香港政府通过引渡条款 也就是说在香港的犯罪嫌疑人 在大陆要求或者需要的情况下 应该送到大陆去进行审判 那么这种法案首先是违反了香港的司法独立原则 也就是说司法应该和行政是分开的 但是如果是大陆方面进行裁判的话 那肯定有一些政治因素 那么更重要的是香港人担心自己的言论自由会是老威胁 比如说如果我发出了反当局的声音 会不会被抓 然后就移送到大陆就给判了呢 所以说香港马上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些游行 据说有10万人在这段时间被捕 那么最后由于新冠疫情的出现 导致这种游行无法再持续下去 我认为从占领中环到反送中再到2021年的选举改革 这其实对于香港人和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逐渐升级的过程 香港人传统上来说对政治并不是十分的热情 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没有什么突出的社会矛盾 那大家肯定都不想关心政治 所以说2016年的时候香港立法会的投票率只有58 但是2019年因为反送中的事 香港人感受到自由受到威胁 所以说都去投票给民主派 投票率竟然达到了71% 而且在这次选举中 民主派可以说是大胜建制派 而对于大陆当局也是一样的 本来可能还觉得可以先维持目前香港的制度不变 但是因为香港闹出来这些民运或者说乱子 反而让大陆当局觉得应该加强监管 所以说2021年的选举改革基本上就结束了这一切 也就是说在新的选举制度下 总共有90个议席 40个属于选举委员会 那么选举委员会几乎都是由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所指定的 或者说起码是亲建制派 而地区直选的一席降到了20席 不仅如此 所有的参选人都要经过警方国安处 然后行政领导 包括中央政府的审核才能够通过 其实就是只有建制派才能参选 所以说2021年的投票率直接就下降到了30% 因为投票也没有什么用了 而且2021年的特首选举也是 虽然有好几个人宣布要进行参选 但是最终只有李家超一人获得了选举资格 那么只有他一人参选 而且还是选举委员会来投票 所以说得票率超过了99% 所以说为什么这一期这么短 因为当前的香港政治已经没有什么派系可分了 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中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香港不可能以不到千万的人口去进行一些所谓的反抗 另一方面香港在经济地位上的衰落也是必然的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香港的繁荣 本身就是上个世纪在特定历史时期上发生的特殊事件 香港作为大陆与外界交流的唯二通道 获得了经济上的大量红利 而在整个大陆都改革开放之后 这一超然地位就已经失去了 另一方面香港股市的繁荣也是因为香港自治的情况 导致在经济上特别的自由 几乎没有任何的政府管控 资本都是喜欢自由和稳定的环境 所以香港成为了整个东亚的金融中心 但是近几年来香港基本上已经完全被大陆所掌控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的资本都转移到了新加坡 目前的香港可能是连上海也比不了了 这一期比较的简短也是欢迎大家进行补充和纠正 好的 谢谢大家